哈喽大家好 今天为大家来分享如何快速的切石榴的妙招 石榴除了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还可以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好 也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 但是大家在购买石榴时 在外观上都很难分辨石榴的好患 尤其是在外面买回来 遇到坏掉时都只能自认倒霉 但在我们家乐福购买 只要任何的问题 随时都可以拿回来退换货 现在帮大家分享如何剥石榴 首先拿一把刀 在石榴比较凸的地方这一面 沿着四周切一个正方形 就可以清楚看到石榴内部的白色内膜 再用刀子沿着白色的内膜 往下划一刀 记得不要切得太深 大概留两公分左右 再轻轻地把一半一半的石榴把它翻开 接着准备一个大的碗和汤匙 把石榴倒放着 用汤匙轻轻地敲打 这样敲打的方式 你看是不是剥得很干净呢 以上是我介绍快速剥石榴的方法 不妨你也可以在家试试看哦 赶快切给你的家人吃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